大家好 7月17号 三名中国人以及两名毛里坦尼亚人 在非洲马里遭绑架 中国也发表了声明 马里武装部队7月17号 证实中国建筑公司工作的三名中国公民 和两名毛里坦尼亚人 在马里与毛里坦尼亚边境附近 萨赫勒地区被绑架 马里军方表示 据该国西部克巴拉镇55公里的一处地点遭到袭击 建筑设备被摧毁 袭击者带走了五辆皮卡车和人质 军方称袭击者破坏了属于中国的海外工程公司 COVEC 以及毛里坦尼亚公路建设公司 ATTM的起重机和自卸卡车在内的设备 7月17号 源于毛里坦尼亚通讯社 武装人员骑电单车 骑电单车 袭击了建筑工地 烧毁设备和邮箱 然后呢 带着人质离开了 一名匿名的马里军官表示 受害者当时正在该地区进行道路的建设 释放所有人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随后7月17号呢 当天中国驻马里使馆官方也发表了声明 关于近期马里安全局势 声明称啊 随着载生节临近 马里安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边境地区特别是马里 尼志尔和布吉纳法所交界地带 抢劫袭击等事件事由发生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中国驻马里大使馆提醒在马里 侨民和企业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和底线思维 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封锁习惯 做好安全和疫情双重保护 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如于紧急情况 请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及时报警 并与使馆联系 那你可以看 现在马里绑架了三名中国工人 还是中国的一带路相关的工程人员 在当地建设的 马里之前是法国的殖民地 而马里现在因为伊斯兰 伊斯兰主义的这个重新崛起 与这个先任政府 在马里当地与先任政府 犯伊斯兰主义 与当地政府亲法国的 甚至是基督徒 有很多冲突 所以马里特别是非洲北部地区 北非这一带是非常混乱的 马里往北就是利比亚 有大量的马里的雇佣兵在利比亚作战 大家得知道 雇佣兵在马里 就是马里的雇佣兵在利比亚作战 利比亚这十年吧 整个利比亚的内战 有大量的马里这边的武装人员 通过训练 通过长期的作战积累了很多经验 另外 另外呢 他们有大量的武器和装备 那马里之前的动荡 我之前也说过一期 实际上马里发生过政变 马里这个总统去世以后 马里局势被他的这个儿子接管以后 实际上一直在动荡 各国家包括土耳其 法国 俄罗斯都在争夺 主要是马里从这个利比亚 毁了这批雇佣军 现在谁有钱 或者谁的势力强大 那么各方都在争夺这批雇佣军 之前马里出现的动荡 就是北部地区 因为利比亚这个内战 现在来说缓和了 被大量外国公军撤离了利比亚 那么撤向哪里呢 就撤向马里境内 那从现在来看 马里还有北非地区 包括土耳其 利用泛伊斯兰主义 俄罗斯也在进入 俄罗斯现在在中非有个基地 我频道一直也在说俄罗斯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俄罗斯不去非洲 俄罗斯现在在非洲 发展势头非常猛 你可以看 这就是大国之间的交易 俄罗斯之前为什么没有在非洲 就是因为美军在 俄罗斯不想和美国直接冲突 你看这就是上层大国之间的 这种地缘政治决定了以后 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你可以看 15年俄罗斯就出兵叙利亚了 为什么 美军的整个战略就是什么 从中东往回收缩了 大国通过地缘政治 交换了 交换了各自的地缘政治 对吧 你的在中东 在非洲 整个的一个地缘政治空间 那么我要撤离 这个真空就是谁来填补 那么俄罗斯首当其冲 你看这就是未来几十年的变化 我给你讲一个大的形势 那现在呢 整个非洲现在看 俄罗斯也在进入 各国家在争夺 那美国撤出了 美国不像以前了 九十年代谁敢去非洲 非洲基本上就是法国 英国还有美国的 老牌殖民地 老牌的殖民地 那几个几个像马里 什么其他国家 反而相对稳定 非洲时而有一些政变 但相对来说 都是很稳定 现在不一样 现在连土耳其都假若 特别是一些泛伊斯兰主义 那你看到 现在世界处于动荡之中 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在收缩 那大家看 在整个世界这个大势 就逐渐逐渐的 这个大国之间开始进行竞争 美国一超独大这个地位在下降 其他国家都在竞争的情况下 那么中国我觉得更需要注意安全 特别中国人在海外 你可以看 这个包括在巴基斯坦 这个恐怖袭击 在马里被绑架 未来可能还会针对中国 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地区 针对中国公民有一些袭击 在海外的中国公民 一定要当心 一定要当心 因为现在我把整个世界的 大的形式给你讲完了 就是美国和90年代相比 他已经不是那么强势了 其他国家都在争夺 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 争夺自己的地盘 填补这个权力的真空 那么大国之间互相竞争 一定是什么 出现动荡 你像马里这政权 大家就争夺 所以你看现在战争反而多了 小型的战争 大国之间战争少 但是小国之间的战争反而多 甚至有些国家 你像乌克兰 克里米亚 像乌冬 那个战争非常频繁 那中国公民呢 我觉得从这个事上 你可以看 中国人现在必须得加强防范 也是特别在海外 不能像以前似的 以为这个国家 中国人都很安全 不是的 中国也在加入世界上的争夺 你不要以为 看一看那国内媒体 天天跟你说 报喜不报忧 抱着都是 中国和世界上都是友谊的 你错了 中国也在加入整个世界 地缘政治的争夺 你千万别看那些 国内那些 那些媒体告诉你的 形势一片大好 你就真相信了 出国一点防备都没有 你看我的频道 我跟你说实话 这个世界就是刚才讲的 中国也在抢美国 它剩下的空间 它撤出以后 它在阿富汗 它在非洲 它在很多国家 很多地区 它会有一个权力的争攻 那中国也参与了 中国只要参与进去争夺 一定会成为别人的敌人 那中国人的安全 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看整个大的环境下来以后 中国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其实现在呢 美国撤离以后 美国整个在世界收缩以后 对中国的安全形势反而危险了 对中国 你记住 对中国 中国人在海外 中国人会逐渐成为很多团体 针对的目标 你只要争夺了 你只要在这个地区出现了 你这国力只要增强了 一定会成为很多目标 成为焦点的 在海外的华人 你一定要听懂 听懂我跟你讲的 大环境 再讲到个人这个层面 就中国现在在海外 在国际上 中国人 就像当年的美国人一样 你只要发展了 你强大了 你参与到世界事物了 参与到各种竞争了 一定 就像天窦一样的 想要想要